2019年的今天 iOS 安卓已经能满足我们日常需求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期待中国的鸿蒙系统呢 大家好 我是波静仔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我现在的华为从开始制作手机到现在 中国手机出货量第一这个过程 作为早期手机四大厂商 中华库联 那我肯定是有用过他们的产品是吧 就当这台手机是华为好了 当时的华为手机电池续航 只能够我用几个上路 然后屏幕在太阳底下完全都是看不见 而且操作界面还非常的丑 在这么恶劣的用户体验下 我果断换了当时的神机小米3 换了之后这种感觉 就好像你住在一个身体都张不开的太空舱 突然换成一个有美女服务的豪华套间 就非常舒服好吧 这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这的确是我作为一个华为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 以及我对早期华为的一个印象 让我们时间来到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美国给我们搞了出口管制 其实内容很简单 就是我们中国华为为首的企业就不能卖产品给美国 其实这也没什么 最要命的是美国产品也会考虑停止向中国供应 举个最恐怖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华为手机不能用安卓系统 爆炸原地爆炸 美国摆明就是不给技术给我们 要华为低头 而且华为一定程度的代表了我们中国企业 要是华为向美国妥协 那这不是代表中国企业要向美国妥协了吗 哇 这种新闻爆炸级别的好吗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 我第一次觉得国家新闻比王宝强被搞外遇还要精彩 我已经外遇了 我外遇了 就当然了这是不对的 各位小朋友还是有多留意国家新闻比较好 这时候华为的反应也是烧得一逼 他首先是向每位员工发了一份邮件 内容大概就是 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个消息 当然是很振奋人心的好吧 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 面对国外的压迫 能有底线的妥协 挺起胸膛还击 就真的是十分震撼知道吗 就真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 汇总成一句话就是 华为牛逼 大家收一下情绪 时间来到三个月后的今天 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加理性的分析 华为自助鸿蒙系统的这件事情 华为真的能做出并美 安卓 而且客户喜欢的系统吗 首先我个人是很期待华为能做好的 毕竟华为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希望 但是以当时华为给我的印象 我真的是很担心好吧 我们做个假设 按照前几天鸿蒙系统发布会 说2020年鸿蒙系统将会大规模的推广 如果到时候系统操作难受的一逼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不仅让我沉入人生的大思考 终于我想明白了 如果我们华为代表中国企业 那么鸿蒙系统就是我们的亲儿子 就有句话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啊 自己家的孩子再烂也得护着 难道我们中国货还比美国差不成 华为是我们中国企业骄傲 所以这个系统的到来 不仅是舒缓外界对华为的技术垄断 而且还蕴含着中国人民的期盼 下面读一条知乎热评 我当时看的时候热血沸腾 利益相关 华为员工仅代表个人观点 如果我们做的比安卓好或者差不多 希望您能选择我们 如果我们做的比他们差很多 希望您能批评指正 帮助我们改进 文过则喜 坚清则明 客观理性 求真务实 我们开放不封闭 不讲民粹主义 会努力在正面战场通过竞争 获取胜利 哇我当时看的时候热血沸腾好吧 这大概就是我做一个普通市民 这么期盼鸿蒙系统到来的原因吧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吧 好那我们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投币收藏 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支视频 更多吐槽视频可留意我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拜拜 拜拜 摆脏了 这个是女儿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哈哈哈哈